1975年4月,蔣介石逝世之後,由蔣子蔣經國接蔣權力。 不過,蔣經國需要面對外交孤立,以及台灣島上本土勢力上升的兩大壓力。 另一件困擾蔣經國的事,是接班人問題。 外國年輕化,以及栽培本省精英,已經無可避免。 1981年11月,地方院市長、地方國級議會選舉完成之後,國民黨取得絕大多數席位。 行政院長孫運船,大幅度改動內閣人士。 新的內閣成員,平均年齡比舊的內閣成員,年輕九歲。 有人認為國民黨新一代改革勢力開始進入權力核心。 同時,台灣省籍的國員人數增加。 不過,重要的黨、政、軍、宣傳位置,仍然由蔣經國親信的外省人執長。 1983年年初,蔣經國的病情惡化,已經不良於行。 所有重要的會議,都是在蔣市的七海新村官邸召開。 國民黨高層人物,各有打算。 有觀察家認為,行政院長孫運船,總統府秘書長蔣賢士, 以及總政戰部主任黃昇,將會是蔣經國之後的台灣政治核心。 特別是黃昇將軍,原本是蔣經國在江西禁州擔任專聯時期提拔的親信, 長期掌握兵權。 蔣經國臥病之後,黃昇逐漸插手各方面的政策。 黃昇的副手劉少康,經常召集各部門官員開會。 黃昇的行為引起蔣經國的注意。 沒多久,黃昇被任命為駐巴拉龜大使, 從此遠離台北政治核心。 1985年5月,蔣經國的總統任期屆滿,需要選舉連任。 1985年年初,行政院長孫運船忽然中風癱瘓, 打亂了蔣經國的接班部署。 我們在說一些極權政府,或者一黨專政的政府。 很多時候,它要營運,或者操作得好, 很多時候就一定要有一個叫精神領袖的人。 但這些精神領袖的人不是常常有的。 我們看看,列寧、斯泰林,我們很清楚。 如果在毛澤東的時候, 他一個人的影響力當然是可以牽引政權。 如果我們看回我們上次開始討論的, 台灣的情況,由蔣介石到蔣經國, 這個過度還算是順利的。 但到蔣經國要想過幾任人的時候, 當時要有他同樣的份量的人, 就不是容易的。 所以我們看這些政權的轉移的時候, 尤其是在心目中, 沒有一個這麼夠份量的人去壓陣的時候,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一個短時期的, 一個叫集體統治。 如果不是有這樣的情況, 我們也不會說列寧去後, 就會有托洛斯基和斯特特朗密基里的鬥爭。 我們想回布里茲利夫去世之後, 其實也有一段這樣的時期。 當時我們想回台灣的佈局, 在蔣經國知道自己到時日無多的時候, 他的佈局似乎是想用一個集體管治的形式。 是啊,就是上次我所提過的所謂三頭馬車, 即是說孫運璇、蔣艷士和黃昇, 已經慢慢形成了一個所謂政治的最高層。 但是很遺憾, 上次已經提過, 孫運璇突然間中風, 癱瘓。 換句話說, 就自動被大自然, 逼他退出政治的領導層。 而蔣艷士在這樣的情況之下, 和黃昇之間的角力, 就非常之嚴峻。 黃昇這個人出身都挺厲害的, 他本來就是在江西, 跟隨蔣經國在做貢州專員的時候, 是他的學生。 換句話說, 蔣經國視黃昇做他的學生, 是一個所謂親密的戰友。 後來, 這個黃昇就得到蔣經國的提携, 步步進升。 在台灣, 就掌控了這個所謂的特務情報系統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, 他是一個擁有實權的軍人。 當蔣經國臥病在床的時候, 黃昇就暗中吩咐他的副手, 這個叫劉少康, 就成立一個所謂辦公室。 然後每次有什麼重要的政治事件等等, 都由劉少康出面, 召集這個所謂各部門的首長, 或者副首長, 去到開會, 了解情況, 向他們發號施令。 這樣的情況之下, 令到蔣經國聽聞之後, 覺得非常之震驚。 而當時據聞有人告狀, 告狀者有人說, 包括了元老眾臣, 包括張群在內。 張群大家都可能要記得, 就是當年, 蔣介石在清朝末年的時候, 去日本留學, 坐船從上海到橫濱, 有一個四川的留學生, 一樣是軍校留學生, 那個人就是張群。 換句話, 張群和蔣介石結拜兄弟, 在蔣經國的時候, 當然, 張群就是蔣經國的細宿伯, 當時已經是九十歲過外, 那情況之下, 張群曾經去到蔣經國說, 黃昇這個行為值得注意, 當然蔣經國都不能不留意, 於是蔣經國想辦法對黃昇, 採取某些行動。 我想起張群, 在軍方的勢力也不弱, 因為他在南京政府時期, 都是做過軍政部兵工處的職位, 所以在當時軍方的影響力也不小, 所以你計算起來, 黃昇也是那個系統的時候, 如果張群動員要去鬥爭的時候, 他所要發動的力量也不低, 是啊,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, 蔣經國想辦法解除黃昇的兵權, 很簡單的辦法, 就照黃昇去到七海官帝的病塌前面, 對黃昇說, 我們不如換一換職位來做一下, 就派了另一個職位, 過了沒多久, 就將他調去駐巴拉圭大使, 去了巴拉圭之後, 換句話說, 黃昇從此, 就要怎樣? 退出台北的政治核心, 很簡單, 另外一個軍方的強人, 就是當時的國防部長宋長志, 也都, 蔣經國對他採取一些行動, 就調去做駐巴拿馬的大使, 軍隊的兩大強人, 都送到外國, 流放到遠方, 沒辦法, 在這個情況之下, 可想而知蔣經國也是一個比較, 在這個階段是清醒的人,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, 蔣經國既然清除了一些, 對他的所謂將來, 或者他身後的政局, 有威脅, 有野心的人之外, 他就考慮, 究竟誰可以真的接他辦呢? 有人就會, 將蔣家第三代, 蔣經國的兒子那輩的人, 抬出桌面上, 希望蔣經國重用, 或者由他的兒子來接班, 當時蔣經國有三個兒子, 蔣子就是孝文, 第二兒子孝武, 第三兒子孝勇, 大家都知道, 他很早期, 在蔣介石再生的時候, 已經因為糖尿病發作, 就入了腦, 糖尿菌入腦, 變成一個會走路, 但沒有思想能力的人, 蔣孝文, 已經沒有辦法, 可以在政治裏面, 擔當任何的角色, 而另一方面, 第二兒子孝武, 是一個比較上進取的人, 據聞, 蔣孝武跟台灣的所謂, 三三五惡的人馬各種社團, 關係非常密切, 這樣的情況之下, 於是蔣家很多的近臣, 就不斷地, 希望催谷蔣孝武, 成為所謂接班人, 在當時時, 有一個很值得人留意的現象, 就是蔣孝武的消息, 新聞, 在台灣的報紙裏面, 是突然間經常出現的, 所以蔣家後人可以接班的情況, 就在蔣經國的晚期的時候, 所謂甚囂塵上, 令人感覺到, 蔣經國過世之後, 仍然是蔣家天下的, 所以, 如果我們看領導層的佈局上面, 在1984年之後, 曾經有一段時期, 似乎是國民黨, 能夠穩守陣地的機會是比較高的, 所以, 亦都在那個時候, 余國華的管治的形式, 亦都被人批評, 走回到緊縮的風格, 在那段時期, 我們有些印象比較深刻的事件, 譬如, 好像著名的作家江南遇害, 是那段時期的, 沒錯, 因為江南遇害, 有人說, 這件事是跟蔣孝母有密切關係的, 為什麼? 因為江南是劉兒良, 他寫過一本《蔣經國傳》, 是一個傳記, 這本書在台灣當然被禁, 不可以出版, 裡面說的是蔣經國在出生的時候, 怎樣跟他爸爸的爭吵, 後來去到蘇聯留學, 然後在蘇聯, 寫過一些所謂公開信, 來斥責他爸爸, 不孝, 不是, 斥責他爸爸對他母親, 即是這個無夫人, 拳打腳踢, 那種粗暴的行為, 講蔣經國在蘇聯加入蘇聯共產黨, 等等的所謂歷史史實, 當然這樣的歷史史實, 對台灣的所謂國民黨領導層來說, 是一個不可以給他公開的秘密, 於是有人就說, 要搞定這個劉兒良, 當時劉兒良已經去了美國, 洛杉磯定居了, 據說有一次, 有一個踩著單車的人, 去到劉兒良的家門口, 然後他拿一支槍出來, 一槍打死了劉兒良, 踩著單車走了, 好戲劇性啊, 好戲劇性, 於是美國的警方就要查, 究竟這個, 誰在背後搞呢, 台灣當然, 當時國民黨方面當然不認帳, 將劉兒良, 即是江南, 講成了和他在外面結怨, 有很多錢銀交割等等的事, 但是美國的警方後來, 經過調查之後, 就抓到一個, 跟台灣的黑幫, 竹聯邦, 有密切關係的一個殺手, 將他抓了, 而這個殺手就公認出, 就說這個行動就是買空的, 而買空的主腦的人物, 就是一個竹聯邦的大哥, 叫做陳啟禮, 後來陳啟禮又經過走來走去, 就是逃亡, 最後就被抓了, 然後就, 在這個審訊的過程裡面, 揭發到, 這件事, 原來就是跟台北方面的, 警備總司令部的, 那些將令是有關的, 即是說, 跟台灣的特務機構, 是有密切關係的, 不過, 當然, 這些事, 即使是, 爆了出來, 政府方面, 一方面, 自有方法自圓其說, 頂多也只不過找替罪洋出來, 所以, 真的要動搖, 這個蔣經國當時的根基, 都未得, 但是, 江南事件的前前後後, 其實已經看到, 這個緊縮的風氣已經很嚴重, 當時好像雜誌被查封, 是一種常見的事情, 除了江南之外, 有些重要的社會運動家, 一些年輕的一輩, 亦都經常被捕入獄, 當時我們聽過名字的, 林正傑, 這些當時被捕, 亦都有一些, 就是說, 由民間所發動的一些, 對政府有挑戰的示威行動, 亦都會被強行解散, 所以, 這段時期, 我們體現了一種情況, 在蔣經國在試水溫時期, 他亦都不會容許, 大規模的, 對他政權挑戰的一些社會運動, 是, 所以, 我們可以發現, 在蔣經國晚年的時候, 大家知道, 他已經時日無多的階段的時候, 台灣的所謂高層, 要不斷地做很多的動作, 包括蔣家的下一代的人, 不斷有動作, 民間也不斷有動作, 而另外一方面, 軍方, 這個特務組織, 全部都是蠢蠢欲童, 希望, 能夠在蔣經國過世的時候, 拿到更高的一種利益分配, 但是, 最後結果, 怎樣開股呢, 還不知道, 但是江南案爆發了之後, 美國當然就很不高興, 美國就發出了很多, 對台北當局的一些警告, 要台北當局交出幕後主司的兇手等等, 而美國的所謂警告, 蔣經國是不能坐視不利的, 因為美國始終都是他背後的, 最大的靠山, 美國要他交出, 現在這件案, 在美國境內發生, 你不可以說是不了了之的, 所以最後, 真的要將警備總司令部的官員設職, 但是這件事既然是牽引到蔣孝武, 那蔣孝武怎樣處理呢, 都是一個問題, 所以蔣經國沒有辦法, 就公開宣布, 蔣家的後人, 是不會接掌權力的, 這就是緩和所有的事情, 還有呢, 將這個孝武, 調去做駐新加坡的代表, 即是台北駐新加坡的代表, 令蔣孝武, 離開了台灣的政壇, 於是這個局面又有新的進展, 蔣家第二代接班的可能性, 又被否決了, 所以蔣經國晚年的時候, 真的遇到很多這種問題, 於是有一個新的歷史人物, 在這樣的狀況下, 進入蔣經國的視野裡面,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, 埋伏在蔣經國身旁, 很長時期的人, 就是李登輝, 當時李登輝這個人, 現在用一個說話叫公於心計, 但如果用這個詞的話, 就好像都很難講清楚他的情況, 因為我們經常都想一下, 一個人你可以, 當你侍奉主人的時候, 做得這麼好, 一聲不響, 還有跟著主人說什麼, 他就照說的, 然後將自己的計劃, 完全藏於心裡面, 適當時逐步推薦, 這些道行, 我想真的不是很多人做得到, 李登輝, 大家知道他是台灣大學農學畢業的, 讀農科, 在日治的時候, 已經在台灣讀書, 受過日本所謂王化文的教育, 即是認同自己是日本人, 多於認同自己是中國人, 甚至台灣人的一種價值觀, 而李登輝就在台大的時候, 加入過台灣共產黨, 當然台灣共產黨, 其實早期是日本共產黨的支牌, 後來當然日本投降之後, 台灣共產黨就形成了秘密行事, 但是跟中國大陸的共產黨, 未必有這個所謂直屬關係,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, 因為他加入過台灣共產黨, 所以在台北爆發這個228事件的時候, 就會被人查這些所謂激進青年的情況, 一直到49年之後, 這種我們叫做什麼, 有秘密的共產黨背景的人, 逐漸就會被揭露出來, 所以後來李登輝所謂秘密共產黨員的身份, 終於都被人揭露了, 揭露了之後很奇怪他們, 他就是沒有事發生, 沒有受他情治, 甚至繼續在台灣大學, 擁有這個教席, 並沒有被拉入獄, 並沒有被炒魷, 有人就說,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呢? 根據台灣著名的作家李敖, 搜集資料就說, 在跟李登輝一起被捕的七個人裡面, 其六個人都判刑的, 有人判槍斃, 李登輝是沒有事的, 由這些錢可以知道, 可能其中有一個人是告發, 那誰告發呢? 真的不清楚了, 看官自行去判斷, 因為根據檔案裡面找出來的資料, 有幾個人一起被捕, 而所有人都判刑, 有人被槍斃, 而只有李登輝就是沒有受到任何情處, 仍然留在台灣大學教書, 甚至後來, 台大當局保送去美國, 讀博士學位, 所以李登輝擁有美國農科博士的銜頭, 還是康內爾大學, 大家記得, 若干年前, 他以校友的身份, 回到武校, 用這個方法, 找到一條途徑, 搭捉過美國的土地, 以台灣總統的身份, 李登輝被國民黨保送去美國留學, 讀農科博士, 回來之後, 就在農委會, 因為台灣在五零年代、六零年代的時候, 需要發展農業, 所以農業專家是非常吃香的, 所以台大當時的農學院是相當出名的, 到現在我估計, 地位已經不及以前了, 而李登輝在台灣做農學院, 農副會做得非常好, 於是慢慢進升, 加入了行政院, 做了一些政務官,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, 慢慢成為了台灣的所謂, 崔台青政策的一個受惠人, 什麼叫崔台青政策? 以前也說過, 蔣經國為了扶植一些台灣本土的青年財進, 於是選拔一些, 比較上有學歷的, 能幹的, 和國民黨的所謂親國民黨的人, 加入, 成為高級的官員, 因為台灣當時有著名的歌聲, 叫崔台青, 所以吹谷台灣青年代, 成為加入領導層, 簡稱為崔台青的一個受惠人, 於是進入行政院工作, 而當蔣介石要找人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, 李登輝就被提名, 後來更加做了台灣省政府主席, 當李登輝在台北市市長和省主席的任期裡面, 他經常向蔣經國匯報行政事務, 即是我們叫做述職, 述職的時候, 據聞他做了很周到的, 站在那裡鞠躬如也, 必敬必躬的態度, 這些就不是我空有講白話的, 是由照片為證的, 甚至坐在那裡的時候, 只是坐著椅子的前面, 大概兩寸的位置, 然後身上向蔣經國傾斜, 大家知道一件事, 蔣經國是很矮的, 五呎多高, 而李登輝是很高的, 所以一個很高大的巨人, 在一個很矮的, 又肥又矮的領導人面前, 必敬必躬, 大家感覺到蔣經國對他來說, 真是如指可教人, 我們看到蔣經國最初佈局, 因為遇上江南案, 而變成無質而終, 唯有一個新的方法, 令覓人選, 也看到後來的總統, 李登輝在機緣之下佔路頭角, 但這只可以說是領導層的佈局, 但要面對一個新的時代, 當時台灣依然要沿著開放黨禁的路線走, 因為始終立足台灣是一個必然的事情, 面對台灣的民眾, 也是需要做的事,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看到, 一個大的轉折點, 差不多到了1986年的時候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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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,